继续带你来看到为了宣导原民处重大活动以及原民会推动的政策 华林县政府原民处在美伦饭店办理了北区部落事务组长分区联席会 由县府原民处长独顾撒韵亲自主持 说明下半年的重要业务工作 与各部落事务组长交换意见 让县府的政策能更贴近部落事务发展 华林县政府原民行政处办理北区中区和南区部落事务组长分区联席会 并且在美伦饭店召开来自华林市 吉安县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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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的部落事务组长 县府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静德等贵宾共同参与 县府原民行政处组长独顾撒韵也说明 人民会所推动的重大政策 将来地方政府包括乡亲自公所都要处理很多 在重大的法案的计划向下的推动和工作 那这事实际上 那我今天不是我的重点 但是让大家大概知道是哪些 那在这个今年的丰年纪的期间 我大概也有很多几个部落 在支持的时候也有说 但是因为时间很短 可能都是列举一两项 或者两三项 有机会的时候 也许在这个我们全区的部落事务 我们会的时候 我们会针对正十四项工作里面的重点 在跟大家说明 今天是简单的跟大家说的 就是平谱组的专门 我们也开过了这个说明会 那么明年10月27号 确定平谱组群会加入原住民 那所以原住民的人口数 那上个月位置是六十万三千人 六十万三千人 那么加入平谱组之后 人数应该会增加非常的多 那我们要做一些因应的措施了 那再来是原住民自治法 这个已经走了二十五年 五进五出立法院没有通过 那过去八年 这个法院是停止的状态 那么现在要立为这个最优先的法案来推动 县府严重民权处长杜伟传表示 藉由这次的汇报 让各部落事务组长充分了解 现行人民会政策方向以及执行情况 进而凝聚县府与部落之间的共识 强化沟通成效 通过县府与老组长们直接对话交流 更能够提供未来建设以及政策推动目标 促进县府与部落之间的互动与成长 记得继续化沟通老